大家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Bruce 哈喽我是Annie 你现在在WSE的工作主要做什么 我现在WSE主要负责做很多事情 然后最近主要是在跟我们的马尼同事 不好意思 就是我们的工程师团队 做一些我们的CRM的工作 然后我在WSE的话其实一直是负责学员端的 然后会负责部分学员的教学 然后包括新课程的研发 那你们在来WSE之前都是在干什么呀 我之前的话是在香港的JP Morgan 就是摩根大通做的国际公布 然后当时的话我是跟配在 这个Real Estate和Consumer Team 就是房地产和消费品的这个组 然后当时做过比较多有利性的项目 就有一个就是山东如日集团区收购法国的这个品牌 SNCP就现在大家可能比较多女生喜欢的这个Sendro的这个品牌 对然后在16年中的时候就跳槽加入了WSE 我之前是在BlackRock做资产管理 然后是在纽约办公室 然后最后我就回国 然后加入WST的上海团队 然后我在BlackRock主要做的是Credit Fund 然后主要做的是Credit Alpha 是一个Hedge Fund和一个Private Fund的Crossover Fund 那想请问一下两位大佬在之前的职场和现在的职场是否有体会 或者体验过任何的性别的优势或者歧视呢 我觉得有吧 如果是在美国办公室的话 你会发现进入行业里面可能还是女生偏多一些 尤其是我们所说的Fund Office 主要男女比例可能在华尔街会是5比5或者6比4这个样子 但是中国男女女生的比例可能是一个1比9 女生的比例会非常非常多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文化因素有非常大的关系 就是男生要想从比如说大陆的一个高中 然后去了一个美国的一个大学本科或者研究生 然后想快速融入当地的生活就非常难 很多人到最后可能还是不是非常的Americanize 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别人不会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college 仅仅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 所以我觉得从文化的上面来看 为什么亚洲男性尤其是中国男生的比例非常少 我觉得这个也很容易 没错就是当时我在JP Morgan的时候 就是我觉得其实是分的 对于这个entry level就是对于初级的这个员工来讲 其实男女是差不多的 至少在香港是这样 那可能在大陆的话 男生会偏多一些在进行行业 对那么在香港这边的话 就是像我们当时这个class的话 一共招了24个人 那么男女比例的话 可能差不多就是55开或者64开 我有认识一些女性同事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单位里 就是当他们就是升到了这个VP level 就是到了三十几岁年龄的时候 那么他们可能会考虑到一些家庭的因素 对就不希望再在外面 分拨闯到想回过家庭 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会退居二线 可能会去到投行的一些就是中后台这样子的工作 对那么相对来说男性的话 他们可能还是会以事业为中心 那么会有更多的男性去爬到中高型的这样的位置 你们对留学生之后的求职的一个location有什么来建议吗 或者不建议的地方 如果你是一个本科人 如果你是本科大一加二 我觉得我会建议学籍学美挑战一下自己 然后留在你自己留学的地方 无论是美国香港新加坡这些地方 因为这地方更喜欢录取的是本科学生 本科背成的学生 尤其是像我们说的这些商科的行业 还有一些人工程的这方面的工作 他们非常喜欢你是本科背景 但对于有一些学生 他可能在比如说国内读一个比较好的大学 然后出国读的研究生 深造 我觉得这种学生来讲的话 时间会非常非常短 因为你一开学 其实这个熟悉是些招聘已经开始了 尤其在美国香港英国这些地方 他开得非常非常早 我会觉得你那个时候才开始 有时候会比较晚 我觉得你那个时候可能会考虑 就是大陆的工作更多一些 可能会更合理一些 从一个申请的角度 还有刚才一直在说的就是这个文化企核 就是在你读完大学本科之后 可能留在美国英国这些地方 他们的corporate culture 我觉得是something for you to experience 然后可能也会比较有意思 然后之后就是说我想回国想去亚洲 或者想去别的地方 我觉得那个也是比较合理的 personal experience 我觉得可能开头几年 但是国外会比较好 如果说你已经相对比较晚 比如说你已经大三大四开始找实习 比如说研究生才开始找实习 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回国反而更 从你的职业发展角度来更 make sense 一些 我完全同意 那刚刚我和Bruce也分享了很多就是 我们在WST之前和过程当中的一些 就是工作上面的一些感悟 那么就是现在也来 大家看一些比较好玩的就是来 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在WST的一个工作的环境 好的 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工作位 这个是我的电脑和我的网络 然后两个朋友年纪比较大了 他小子看不清楚 所以是这个东西 然后这边是我那些collectibles 然后这就是我那些collectibles Walberine Tyrion 或者Hotbuster 然后Miking 然后这就是我护士板工的桌子 然后我的上面有一个石升的这个水 因为现在的话就是开始进入王季了 有时候一忙的话这些接水会比较方便 然后这边的话有些水果和糖果这样的小零食 因为我这个人吧就做事情的时候喜欢吃东西 所以就我桌上应该会不适的 然后其他的话就是会有一些小的那种摆件 然后就觉得有时候工作累了 看一下觉得很高兴 我负责现在最近这段时间 主要是 主要和我回家 康康康康